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新作品 叫做月亮月亮你别睡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成片效果吧 上座这个视频的话 我们需要准备什么素材 你们只需要去准备一个月亮素材就行了 然后这个照片的话 可以用自己的照片 或者你们 如果你要发在抖音上 你作品要想上任务的话 就不要用自己的照片了 去搜索一些美女的照片 像这些照片 我是在某度上面去找的 就你们经常买东西 那里面去搜索什么 帽子小姐姐啊 她就会出现相关的这种照片 或者前面我也有教 我有教素材来源 专门用两节课教素材来源的 你们都可以去搜索 好不好 都可以按照那个方式去找素材 好 先将你们找这个月亮素材 月亮素材我们在抖音放大镜面去找 抖音放大镜面 在首页上我们去搜索 说什么 搜索月亮素材这几个字 月亮好不好 月亮素材 素材这几个字 你看点一下搜索 就出来了 我们点开它 怎么样去拿得到手呢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箭头 那么这里是一个保存到本地 你点一下保存到本地 它就会自动保存到你的手机相册 那么这时候我们回到解音 回到解音我们开始创作了 首先是来到这一个页面 对不对 我们打开解音 点击开始创作 点击开始创作 我们去找到一段素材 这个素材 刚刚已经保存到手机了 对不对 那我们去找到它 这样点击它进行添加 这时候你会发现 上面下面会有抖音号 对不对 尾巴 没有关系 我们这时候可以选中这张照片 那么这个视频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手指扩大方式去损 但是比如说其他的 你不想损伤这个画质 就是不想变大的话 你都可以用其他方式 你都可以用其他方式来去也可以 是不是 比如无伤去损 前面我讲过 这里我就直接教你 用放大方式去 你看看 放大之后 那是不是月亮就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月亮位置 你可以左右调的话 你把它调在正当中 不要太大了 你太大 你看你如果把月亮放大 月亮有损伤就不好看了 刚好这样就差不多 刚这样差不多 然后到这里 看一下有没有在中间 如果没有在中间 你还要移动一下它的位置 移到刚好中间 那么尾巴是不是有偏尾 有你不需要的部分 多余的不要 直接挪动到尾巴 刚好素材结果的地方 选中它 这里有个叫分割键 点一下分割 你看 是不是分成两个部分 后面这段不要 多余的我们直接 选中它 给它进行个删除 那么删除完成之后 你会发现什么 来 现在我们要给它听到什么 我们说这两边 要有桃花 是不是 下面还有荷花 这些都是在 解印素材工里面 直接在这个解印里面 找的这里贴子 看没有 贴子 那么贴子里面 我教你们第一种 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去找 好不好 直接这里 比如说我知道它在哪里面 因为你用习惯的话 你就知道哪些 哪些素材 哪一个 在哪一个 哪一个选项里面 那么这里我找到土库 这个桃花我用习惯了 我知道它在土库 我在土库里面 选中第一个桃花 好不好 这个桃花呢 并且它位置都可以 这样去挪的 你可以随意去 这样小这半块 放大缩小都可以 还可以旋转它 好不好 我们给它放一桌到这里 这时候你再选一桌桃花 比如说我要这桌桃花 对不对 我也可以这样去旋转 但是同学你发现没有 你这个桃花 如果全部都是顺拐的 不好看 如果我想它反的过来 怎么办 来 先打个对高 我们这里有个叫镜像功能 点一下镜像 你看它是不是调整位置了 这时候我们同样 这个小这半块 挪一下它 是不是可以旋转它的位置 我又给它放到这个位置 你看 两个桃花的位置 是不是放好了 对不对 这个桃花要怎么放 就跟你自己喜欢 好 那么到后面桃花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贴纸到这里 默认三秒钟结束 我直接给它拉长 拉到和素材尾巴 一样去对齐 包括它也是 同样的方式 你们记住 素材尾巴一定要对齐 要不然后面就会出现 没有贴纸 好 那么这时候 OK 桃花都有了 对不对 刚桃花你可以 真的你可以再这样挑一挑 你想对称一点 我再给它调大 再对称一点点 都OK 根据自己的喜好 这个个人欣赏 好 那么这时候 我点击什么 我们下面要加荷叶 我就点击贴纸 那么贴纸里面 比如现在我找不到荷叶太多了 那怎么办 这里有一个放大镜 搜索一个什么 搜索一个叫做荷花 荷花 那么这时候 你就搜索观念字 相当于点一下搜索 那么这里各式各样的荷花就来了 找一个你喜欢的 好不好 来我找几个喜欢的荷花 这些都是根据自己的喜好的 老师只是教方法 知道没有 同学们 来 我比如说我要选中 哪一个荷花呢 我找一个我比较喜欢的 好不好 往下面去看 我们看一下 有很多种荷花 可供用选择 真的有一点多 这个荷花 看得眼花缭乱 来 这个荷花可以吗 这个荷花可以选一株 好不好 可以选一株 选来放在中间 是不是可以 来 接下来我们再选一株 不要这株吧 我觉得这株还更好看 这株不要 三株两 选弄这株 好吧 这株或者这株吧 这株也可以 选弄这株 因为这株高一点点 来 接下来我们还要选 嗯 再来一株 这一株 然后再来一株 来 再看哪一株 再找一株 喜欢的 往下面去找一找 嗯 这一株吧 这一株 好 最后我们把它关掉 现在我们要调整它的位置 这一株 我想它在这里 看来我就把它放到这里 当然它的位置 大线也可以调 你这样拉大 缩小都可以的 旋转它的角度都可以 我给它放到这里 这一株 好 哎 拉长一点点吧 拉大一点点 稍微 放到这个位置 那么这时候 这一株我给它摆到这个边上 这一株我给它放到中间 哎 多了一株 多了一株 给它删掉 这一株给它删掉 这一株给它放到中间 好吧 选弄它 给它放到中间 那么这时候 打个对高 我们看一下 哎 这株 短了一点 给它擦掉 不要这一株 中间重新选一株 来 再来贴纸 我们再来荷花 又来荷花 那个我觉得太矮了一点点 高一点点 有层次感 我觉得会比较好看 所以说我们找一株 稍微高一点点 这一株是不是更高 对不对 或者这一株一样的 来 这一株吧 关闭 我给它放到中间 你看 这样是不是有层次感 更加好看 来打个对高 我们看一下 株花有了 对不对 那可是株花 到后面又没有了 怎么办 没有关系 同样的选弄这个株花 直接把这个贴纸 给它拉满 好吧 每一个都是 正好要对齐 不能太多 也不能太短 刚好到尾巴去对齐 那么这个也是 又来选弄它 又给它拉满 好不好 来 这里再来选弄它 又给它拉满 拉到这个位置对齐 来我们看一下 株花有了 看到 那现在我要让它变得动态 动起来怎么办 然后我们给它加点蝴蝶 会不会更好看呢 所以说我们同样又找蝴蝶 蝴蝶是很简单 同样在贴子里面找 我们在贴子里面找到一个蝴蝶 好不好 蝴蝶 搜索蝴蝶 这样搜索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里面 有好多种可供选择 那么现在我找一个 找一只这只蝴蝶 好不好 先找一只这只蝴蝶 然后关掉 然后把蝴蝶给它放到哪里 蝴蝶同样可以大小 这个小这么块 调大小的 来 可以旋转一下它位置 我给它放到这个位置 打个对勾 我们看一下这个蝴蝶的效果 所以它就 它就在这里 跑到这个花 花朵上 然后把这个蝴蝶 稍微挪一点点 给它挪到中间这个位置 这样我觉得更好看 同样的拉满蝴蝶 拉到这个尾巴 可以 然后这里我再加 我还想再加蝴蝶 我就来贴纸里面 再来蝴蝶 又来蝴蝶 搜索 喜欢哪个都可以 同学们 这里有好多种 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好不好 我呢 加这一群蝴蝶吧 动态的更好看 关掉 打个对勾 你看这群蝴蝶就有了 是不是 我把它放到这里 我想让它斜着飞 你看我这样斜一下 稍微这样去 斜一下 是不是它就斜着飞 我想放到这里 就放到这里 来 同样的 这个蝴蝶到这里 它会没有了 不见 我们同样拉长它 和这个尾巴去对接 看一下效果 同学们 那么现在我要上吧 同学们 现在如果你把你 你把你的 就是 放一个美女 或者放你自己家人 朋友的照片 在这上面 是不是会更好看 升起来 是不是更有意境 那么这时候 我们点击返回 然后我们通过 画中画的方式 我要添加一张照片 进到来 放到这个月亮里面 我们去找到一张照片 好不好 选中张照片 给它进行添加 那么添加进来 照片到这里 没有了 记住一定要把照片 拉到尾巴去对齐 对齐 那么拉到这里之后 它有背景 我要抠图 对不对 这里抠图我可以 你们可以用个什么 可以用个叫做 智能扣相的功能 这里有个叫智能扣相 我们找到 返回去 再返回去先 选中张照片 选中张照片 那么这里有个叫 智能扣相 去找到智能扣相 你看 一点智能扣相 背景就没有了 那背景没有了 可是我要把这个月亮 放 把这个人放到月亮中 那人是不是 首先 它不是原型 月亮是原型 所以说我要用一个 蒙版功能 把这个人物 放进这个月亮 用个蒙版功能 找到下方的蒙版 蒙版线性静面 我用的是原型蒙版 因为我要 刚好照进这个月亮 因为月亮是圆的 所以说 选原型蒙版 那么这个原型蒙版 我要给它放大 放到什么时候 放到刚好照住这个人物 好吧 刚好照住人物 我要 刚好照住人物之后 那么这个啥 这个两个箭头 是不是有点大了 这两个箭头 因为融图要 你要想要融图融好的话 那你是不是要把鱼画 给它调好一点点 我要刚好照住这个人物 好不好 那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我先要讲一下 如果你这个人物太大的话 你可以先调一下这个人物 好不好 来先这样吧 先我先不要用鱼版 我先把人物调一下 调一下 我要调来 刚好 刚好 因为你 因为不知道你们的照片 人物有多大 是不是 你先 你把人物大小调到 调到刚好 融入这个月亮的位置 这时候你再去选蒙版 这样你就没那么麻烦 这时候再去选蒙版 圆形 你看 我这样给它放大 这时候就刚好差不多 对不对 刚好差不多 就不用再去调了 那放进来之后 这辆 下方 鱼画键一定要拉 融图融好的关键 就是这句话 这两个箭头 不要拉太多 拉太多会变透明 拉一点点 你看 打个对钩 非常自然的 就融入精确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但这个人是不是 我们要让他跟着月亮走 从下面升上来 所以说先 我把人物给他调到下面 好吧 调到下面 调到这个位置 接下我们就要用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什么功能 关键针 好不好 开头给他打一个关键针 我要让这个人物 跟着这个月亮走 尾巴的位置 又给他打三个关键针 尾巴这个位置 打三个关键针 我要把人物给他 拖到月亮中来 好 拖到月亮中来 拖到月亮中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效果 所以他跟着月亮走了 但是这个人物 我想让前面 他若隐若现出来 不要一下子出来 这样没有神秘感 那么怎么做 我们找到下方 把白色时间轴 放到第一个关键针的时候 我们找到一个 叫透明度的东西 透明度的功能 把不透明度调到0 这个人物 他就会看不见 打个对钩 我们看一下 你看走到后面 走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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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他就跟着月亮生出来了 然后人物也越来越清晰 但是你发现没有 这个人 他有点跟不上 这个月亮的节奏 人慢了一点点 那么这时候 我们就可以干嘛 同样给他加针 当人跟不上月亮的时候 你看没有 当他发现和月亮 离得就是没有跟上 我们可以稍微挪动一下他 稍微挪动一下人物的位置 他会自动 因为你两头 开头结果都达了关键证 你这时候在移动人物的位置 他会自动为你干嘛 他会自动为你加针的 中间 看没有 你跟着这个月亮走 来 这时候跟不上 你就移动他的位置就行了 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效果 尾巴是不是就跟上了 来一起看一下效果 同学们 好了同学们 这个漂亮视频学会了吗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好不好 换上你们自己亲人朋友的照片 都是非常好看的一个视频 感谢同学们收听 再见同学们